那个可怜的黑人弗洛伊德绝对不会想到 他生前仅仅因为一张20美元的假币 就惨遭贵押所后 不治身亡 但他的女儿却因此获得了迪士尼公司的股份 还另外获得了1400万元的捐款 这使得这一家子一下子从美国的底层穷人 变成了美国的顶尖富豪家庭 我甚至可以想象 若干年之后 当弗洛伊德的后代们在豪宅里品着顶级红酒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这段悲伤的故事 编织成一个成功的热血创业史 去给其他人听 反正没人在乎真相 大家更在乎的可能是当下的利益 我这么说您可能会觉得有点冷血 但别急 我来给您分析一下弗洛伊德死后 美国的资本家 政治家 以及普通老百姓 是如何通过全民蹭这个死人的热度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首先是美国的资本家 我最佩服的就是迪士尼公司的总裁史翠山女士 事情是这样的 死者六岁的女儿吉安娜前几天发布了一条推特 推文中更新的一张照片 显示他已经持有了迪士尼公司的股份 并且在照片的下方 他还配字称 十分感谢公司的总裁史翠山女士 这个消息一公布 那普及效果绝对是杠杠的 连美国街边从来没有去过迪士尼的流浪汉 都对此事津津乐道 大家甚至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以后只要去迪士尼玩 就相当于间接资助了弗洛伊德一家 这样还可以安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所以美国的兄弟姐妹们 无论你有多穷 此生一定要去迪士尼玩一次 这样你可以同时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生化 我觉得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 效果最好的一条广告 不但为迪士尼赢得了口碑 还让他股价大涨 相比而言 送出去的那点股份 简直不值一提 而且美国最近不是有一个 杂雕像的狂欢活动吗 迪士尼这股份一送 直接保住了他的城堡和雕像 这波血赚不亏 除了迪士尼 各种来自社会的团体或者组织 都向这家黑人捐赠了各种各样的财物 或者保障用品 德克萨斯南方大学更是保证 吉安娜以后可以领到全部的奖学金 仅一位好莱坞的歌手 就单比一次性向这个家庭捐赠了100万美元 专门为这家人设立的慈善捐款机构 日前更是收到了超过200万美元的捐款 弗罗伊德一家人的报复肯定是没错了 可是这些捐款者 同样是带着各种形形色色的目的而来的 他们之中固然有人是真的因为同情而捐款 但更多的人是抱着宣传产品的目的来的 很多家商品公司都以品牌的名义 捐出了例如手机饮料生活用品家具 房屋住宅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一度被挂在弗洛伊德的家里 甚至摆放在他的灵堂上 于是后来弗洛伊德的葬礼 几乎成了一个大型的产品宣传会 资本家花了很低的成本 就达到了平时花100倍广告费 也达不到的效果 真可谓是一举多得 更明显的呢 还有带着政治目的来的人 资本家是为了钱 他们则是为了权 于是灵堂又成了各种政客博弈的场所 葬礼当天 明尼阿波利斯州的州长 第一时间赶到灵鹫前 浮官大哭 那种伤心程度 比至当年诸葛亮哭周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甚至因为悲伤 他连到此都忘了念 州里的议员也在现场 一边哭一边念宣言 承诺当选以后要彻底改革 就连新任的警察局长 也跑到他的灵鹫前 一边哭 一边请求民众原谅他们之前的粗暴举措 那演技之必真 真值得我们国内的某些小线肉好好地学一学 丝毫让人看不出来有表演的痕迹 混账 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而且这不是美国马上就要临近总统大选了吗 对于这么一个全球性热点事件 这两位候选人哪里肯放过呢 他们先后向弗洛伊德家庭表示了亲切的问候 展示了自己爱民卢子的决心 甚至和弗洛伊德家庭进行了视频连线 在网络上直播了这场倾听声音主题演讲会 他们的目的都非常明确 就是把这家人当成了作秀的素材 当成了拉选票的筹码 不得不夸一句 好活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据了解 这个弗洛伊德生前的履历可谓是劣迹斑斑 他有八年多的时间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 而且还持枪抢劫过怀孕妇女 几乎没对美国社会做出过啥有用的贡献 而且还算是一个不小的害虫 但他死后 他却成为了当下最有用的工具人 美国从上到下 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 都在蹭他的热度 疯狂的榨取着这个死人 最后一点点的剩余价值 甚至黑人群体想要把他树立为英雄 给他建立雕像 这让我对黑人的脑回路产生了更多的迷之疑惑 但仔细一想 这背后可能也牵扯着黑人群体的利益所在 毕竟黑人群体能拿得出手的 能为他们争取权益的领袖型人物实在太少了 所以干脆找一个永远不会说话的精神领袖 这样方便他们操控和利用 正所谓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去 等到他们相互博弈一番 分出胜负 绝出雌雄之后 等到这件事情的热度散去 人们被新的事物吸引过去之后 谁还会记得 那个躺在冰冷棺材里的人 叫做弗罗伊德 也许你不信 那么请你点赞收藏这个视频 五年之后再打开 我相信到时候你一定不记得 他是谁 那也没关系 记得我是谁就行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